小學畢業以後 那一年我14歲 我當學徒沒多久 然後就在一間廟裡面玩 然後認識一個廟裡面的住持 他很老 引導我就是說去閱讀 閱讀很多的書 所以說從 我雖然就是小學畢業以後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常常在念書 常常沒在念書 中年大概那時候 印象中的童年就是 康剛經還有讀書 所以說他死掉的時候 我哭了好幾天 他什麼時候哭書 我17歲的時候 然後我第一篇創作是17歲 17歲寫第一篇創作 就是有空就是看書 所以說三年的時間就是很快速 然後就收集到 吸收到很多的那個文字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常常閱讀 所以說 也一直到現在 也都有這個習慣 而且很習慣就是 去圖書館借書 大部分都是文學為主 然後還有就是天文 天文 然後當初我會選擇寫鄉土文學 除了黃春敏給我的印象很深以外 我的後來我有想過就是說 可能是因為我就是從 那種底下階層上來的 應該說第一篇 第一篇的創作是17歲的時候 那時候是為了要紀念我初戀情人 因為他死掉了 他車禍死掉了 他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陷入人生最低潮最黑暗的時候 發洩自己的心情 不然的話會猶豫症第一篇文章 黑人公民眾日報吧 還是台灣金融報我忘了 然後那時候還不會用電腦創作 用手寫 然後那天晚上他們收到以後 就打電話給我說叫我用文字稿 因為開始用電子稿寫 寫了以後就開始在網路上面有發 有一天就有一個出版社 他就跟我要稿 說要幫我 他喜歡我一本 一部長篇小說 所以說我就出了第一本書 真情歲月 只出到現在大概出了十本 五年吧 四五年沒有再出新書了 我已經到現在已經寫了大概十幾年了 輪到一個階段之後 就會開始有一個自我要求會比較高 我會開始對我的文字方面 還有我的表達方面 會比較要求會比較高 長篇小說大概 停了大概十一二部 最少寫七八萬字 最長的一本寫了大概十五萬字 口碑最好的是三孔孫的小事 但是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玉長花開始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我自己的影子 有很多故事其實是在寫我自己 我的就是這 應該說三十年來的 從剛學徒開始到現在的一些經歷 我把它穿插在裡 我寫短片我會比較注重結尾的那種力量 但是有的時候我會有一些想法 包括我對人生的感想啊什麼的 那個我就必須要用長篇的方式去把它表現 然後去經營它 去模擬架構所有的情節 我這本書裡面的髒話很多 這就是人生啊 我們四周的人不就是這樣 你有聽過人家在用三支筋罵你的時候 然後罵你的時候是用XXX嗎 這個是台灣本土 我堅持這個 如果說你們要把它完全刪掉的話 那大家都不用談了 剛開始那時候 我在網路上開始發表文章的時候 那時候不懂的什麼理解啊什麼 大概是這樣的啊 然後就被人家刪掉我的文章 我就很生氣 我說好吧 那我自己弄一個 弄一個網站 看誰敢刪我的文章 所以小說草就這樣誕生 盡量就從你們生活做到去把它寫出來 而且很重要就是說 你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寫出來 你不要單純只是寫一個故事 不要單純說你是在交代一個故事 編織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裡面要有你的想法 以前喔 我不太能接受 大概是說 因為我從出第一本書 投稿第一篇文章 我從來沒有去找過出版社 也沒有去找直接去就是 找過報社 但是這大概四五年來 我親眼看到很多家出版社 出版商倒閉 因為台灣的月股環境實在是太差了 如果你對你自己的一本創作品 你很喜歡很滿意 不代表說一定要等出版社 你可以自己去自費去印 網路上面的作品 他們是比較會去在意 潮流 就是說 不要太在意點閱率 第二個 你也不要太在意 有沒有人跟你回應 這個就是不要太在意 你只要忠於自己就好 我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我的作品在網路上面 但從常點閱率都是很低的 超過我兩次老闆 不過這兩次都給我人生很大的挫折 我會發現說 也許 因為我的人生有那些經歷 所以說我現在的創作的一些想法 會比較豐富一點 以前的家庭是 已經是過往淵淵了 現在的家庭 就是很單純啊 超級宅男 然後一個人跟四條狗 所以說我的作品裡面 有很多是有關於思念 但是這個思念 因為自己一個人 不會去思念誰 能夠思念的就是小孩 因為現在這種社團 社團的生存力道是非常薄弱的 因為網路上力量 網路的力量太大 所以說社團的力量是太薄弱了 變成說 我不敢放手 也不忍放手 辦 每個月固定會有 至少一場的一文獎座 到現在已經辦幾場 我已經沒有辦法算了 另外還有也有辦一些 文學夏令營 有辦過兩次 文學夏令營 還有一些文學沙龍啊什麼的 有人說高雄是文化沙漠 其實我不覺得 因為高雄有很多地方很美 包括奇金 包括愛河 但是這些都需要 藝術工作者 去把它展現出來 高雄 其實高雄有很多人 願意 用各種方式把文學 把藝術推上來 但是有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很無力 無力的原因兩個 一個是經費問題 第二個就是市民的參與度不夠 政府真的應該要多努力 它不能只是說 每個月文化中心 運一個小冊子 然後小小的一行字 這樣子就 就來把企圖 把高雄的一文活動 把它推上來 很難 真的很難 必須要還是要 官方的一些努力 學校的話比較容易 因為學校的話 基本上有的學校 有閱讀社啊什麼的 那個還比較容易 但是 進入社區 我有曾經有嘗試過 非常難 因為 文學畢竟還是少中 當你人生 碰到低潮的時候 其實 你可以 跳出來 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像我一樣 我 我晚上 我常常坐在陽台那邊 看星星 然後我在這邊寫一寫 我會看天空發呆 想的是說 我要怎麼樣去把我的低潮 轉換為能量 這個可能 如果你轉換得過去的話 可能會是你人生的一個新的起點 這隻老大叫做李昭丁 他們三隻都是我親自接生的喔 他是李來好 他是 風流阿 媽媽叫風騎阿 快樂 溫